我覺得和制度不是說認真一定要扯上關係 當然你說民選政府 可能對一官人的意見比較關注 因為他想著下次選舉怎樣 但任何一個政府要有個有效本子 一定要有人民的支持 如果要得到人民的支持 你怎可以不聽人民的聲音呢 我覺得在去年年中開始 一連串的所發生的事 事實上是令很多人很失望 無論你是男也好 黃也好 怎樣的政治取向也好 始終的心眼是有一些想法 就是為什麼政府不懂得聽人民的意見 或者他們的想法呢 如果他們不聽又不跟的話 他們做出來的事是很令人反感的 跟著你說什麼都不靈的了 就算你做一些很好的事 你都未必令到市民可以接受 我覺得現在的可惜和令人心痛的地方 就是這件事 就是你不理你的政府 或者官員說什麼或者是做什麼 就是他不得到人民的信任 就是這個呢 其實我相信是要 可能是要很用心 還有是要有些時間 才可以扭轉 我覺得政府不知是否有很多 他們做官員 就好像覺得 那些人不信他們 好像對他們不住 其實他們就沒有好好的反映一下 到底為什麼是去到這個地步呢 就是我覺得這些是雙向的嘛 就是有時候官員 我常常覺得他們有一個錯覺 好像說我們就是做官員是為你好的 就是父母心態 就是家長式心態 就是你不要理會怎樣 總之我做的事就是為你好的 就是保護你的了 為什麼你這樣都不想認識呢 但是這個世界沒有人適合 或者是錯了的 我覺得尤其是你在一個公僕的角度來講 你一定是要看看 喂 那些人是你的客人來的 如果我們做生意就說 喂 你都會看客人怎麼想的 我覺得官員沒有這個概念 除了一小數做得很好的部門 譬如好像入境處那樣 他們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每個人都賺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其他人不可以學一下他們 就是為什麼令到那些市民對他們 是這麼接受 就是讚他們這麼多 就是因為入境處經常都想著 這些用家是怎樣的 就是很多部門沒有這個想法 變成了他們在想事情的時候 定了一些政策的時候 他們根本離地到不得了的 這樣的時候你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未必接受 就是這樣 這個尤其是政務官 因為他們政務官 你知道以前港英政府就恐得很厲害的 事實上他們是很精英的 就是他們是那些很聰明的 很聰明的聰明的 才做到政務官的 他們就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根本他們的工作 是為了真真正正的 即是說一句 逐套一點就是 你真是服務市民而已 你真是服務市民而已 不是 我去管 為什麼呢 我比你聰明的 我想的東西 是比你想的東西 是周長一些 或者我是 就是 樣樣東西 我可能都看得闊一些 所以我又幫你省錢 我又不會被人亂浪費你的錢 我又會 絕對就不會 就是不會說 有不公道的地方 但是原來呢 近年不是了 人家總是覺得他就是不太公道 那些東西就有些偏了 即是不得平衡 即是那時候呢 我們的政府尤其是高層呢 做個平衡工作做得很好 即是你無論你是哪個社會階層 或者你是左中右 或者你是有錢沒有錢也好 中產也好 他經常就找一些平衡點 即是個個的想法 他都會呼吸一些 以及個個的利益 他都會平衡一些 但是現在呢 好像你經常覺得呢 就說 不是哦 即是為什麼他們 有個政治取向 如果你是屬於某一些 某一邊的 或者屬於某一些團體呢 政府是支持你多一點的 如果你不是的話呢 或者你更加 如果你說千萬不要批評 你批評他呢 你就更糟 即是他就對你有種 即是有種抗拒 這是第一 第二 好像最近 一個例子 選區議會 政府就很不喜歡 就是見到那麼多的 又素人 又黃絲 都選了進去做區議員 是 無疑 很多他們這些年輕的區議員 沒有經驗的 但是他有心的 那麼 他也都不要忘記了一件事 政府經常不記得的 他們是多數人選出來的 他們後面是有市民的支持 那你怎麼可以在區議會裡面 當他們不是東西呢 就算他們沒有經驗 你都盡量希望協助到他們 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是對市民有益的 現在不是的 下下好像跟他們對著幹 那你說 你做到出來的時候 你市民是否會多謝你呢 那這些情況 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被人覺得 你的政府很偏頗的 你的政府不是很公道的 而且你又不客觀的 你又很小器的 就是你越是這麼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就越令到市民反感 我們這個特首就很講法治的 我發覺他做什麼事情 他都想一下 我的法律能否保護到我呢 保護不到我的時候 我就立法去保護我 就像你們那些人不准戴口罩 我都要炒炒 有沒有法例是不准你戴口罩的 我都要 make sure 有那個法例不准你戴口罩 你明白嗎 就是他很多事情 他就想跟法律做 跟法規做 當他沒有的時候 他都要立一條 來保障著那些行動 但是到底 就是歸根到底 你做些事情 是不是真真正正 是為市民的福祉呢 就是這個我相信是最重要 大家是問和他要滿足到 就是譬如你經常說 我依法辦事的 鬼不知道嗎 那你立法會你又有多數 是不是呢 你自己有 你看看你多少人力物力 在那裡控制住 那你別人覺得 你做些事情不是很公道 始終那個 做出來的時候 你令到那些人民對你的信任 不是加了而是減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一個政府 就令到 令到他自己又難做 人民越來越 對你的政府不信任的時候 那你怎麼做到事情呢 其實對 令我最擔心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社會分裂 除了是一個政治分裂之外 就是警民關係的人 我呢 想得到的 你説政治生涯 公眾服務的歷來 我其實都是支持警察的 因為一方面來説 建制派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先生那時候都是警察來的 就是 附警 很追深的 很投入的 朋友有很多是警察 也都多年來 我都很尊重 警察是真的很愛民的 所以這次發生的事情 是令我很不開心的 就是 我覺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全個警隊 都是做錯事 我不相信 全個警隊 它需要應該 就是保護我們市民 如果你說有一些 暴力 很武力的場面 警察出來 保護我們 或者保護公眾 人也好 物也好 這個是他們的責任 需要做 我很難接受 就是 其中一些 我不敢說 或者很多 或者很少 我沒有辦法去計算 其中一些警察 是沒有了自律 和沒有了一個 尊重他們的專業 的那種行為 例如 粗言畏語 例如 是 猛用一些 挑釁的行為 就罵人 我明白的 譬如說 黑衣人 走去毀壞公物 你當然要制止 他的責任 但是 你是不是需要一路做 一路罵人 我就覺得 作為警察 你一個自尊 你不是說 對那個人 你男友 你自尊 你都不是應該這樣 你變成好像 你如果這樣做 你和爛仔有什麼分別 你一路做自己的工作 但一路罵人粗口 一路罵人 叫人一發名 亂罵一通 這些警察 其實是令到整個警隊 是被市民看到 是很反感的 因為你已經拿著槍了 所有的法律都保護你了 你又有全副武裝 武力的支持 你又有財力的支持 你又有官的支持 有特首的支持 但是你這麼大的支持 你都竟然這樣對人 所以市民 難怪他們反感 所以 我也不是很贊成 譬如說那些人 走去 走去 起別人的底 是吧 因為警員都是人 來的 人家有家庭 有弟弟 你弄得他整個家 害怕得這樣 也都是不對 那些 你說 如果他犯了法 就告他 這個是應該 但是 但是 你不可以 因為某些人 是吧 一是做一些不對的 你就全部罵了所有的市民 或者是做一些 譬如說 法律不容許的事情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你那些領導 幹什麼的 那你明知道 那些有些散仔不妥了 那這些領導就要做事 他不是 他維護他 那你的市民 還覺得 嘩 你幹什麼的 他以為維護他 就 嘩 我整個軍隊 他的維護 他不記得了 他這樣做法 是令到整個警隊 和人民的距離越來越大 人民越來越反感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反而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 我不知道會怎樣解決 我不知道他出路在哪 但是 如果你說我們的特首 我們的高官 我們的行會 這麼厲害的 應該想事情很厲害的 都想不到那些方法出來 解決這個局面 香港將來是很差的 我不知道會怎樣 這種遇上仇恨的心理 實在是對我們是太不利的 當特首說 我沒有的了 我只有三萬個警隊 打一個特的 即是如果你一個特首 他有行會 他有十八萬公務員 起碼他都有這個隊伍 再加上有很多市民 所謂建制派 應該來講 都是支持政府的 這些是什麼 他完全是覺得 沒有的 這些人 我沒有幫不上我的 只是那三萬個警隊幫到我 我覺得就 有些不智 你這樣說 而且尤其是 當時 興奮奮奮 警隊已經和市民 站在不同的兩邊了 那你特首一這樣說 那你是不是 令到市民覺得 那你不是幫我 你幫了警隊 你不是幫我 那我覺得 其實現在反而是需要 我們這些領導 多些是緩和局面 和怎樣將這些距離拉近 就不是將它加劇 加遠 它現在不是 很多次說出來 就加遠了這些距離 那有一件事 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它在內部 怎樣和警隊說 但事實上 很多 即是那些 公眾見到的 一些行為 即警隊的行為 其實它怎樣 其實它都應該做些事情 即是它在內部 它都應該作為特首 是不是 即是你都要跟它們說 喂 你警隊你不可以這樣 即那個形象 不可以 即是一路被它們這樣插下去 你都要做一些事情 令到那些市民 建立起你的信心 即其實它是要做這個角色 它就不是要走出來 告訴別人 它怎樣幫警察 即我覺得這個 可能它都要想一想 或者是 幾個日期 即是你講到有612 你講有721 你講有831 即有好幾個日期 我始終覺得就是 我們看回頭是有些可惜的 因為其實有幾個重要的日期 其實政府可以做些事情 或者特首可以做些事情 是將那件事降溫的 但是反而可能它說了的話 或者加上有些人所謂幫拖 721就是了 幫拖做出來的事情 是令到那件事是惡化了的 我覺得是可惜了 721就因為涉及到很多市民 變了就不是純粹一個出來示威 那幫人穿著黑衣人 即不是那麼簡單 你事實實有很多的市民 譬如它是在置身其中 看到那個環境怎麼樣 你香港這麼開放的地方 沒得騙的 即是別人懂得看的 那變了就令到一般的市民 好像覺得都是切身的關係 那就會覺得對警隊失望 那你說事實上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好像他們說到調動不行 還是有多少人相信它 這個就是他們要想清楚 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你不斷堅持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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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到底是怎樣 人家有眼睛看 你就會這麼做 沒有宜悔 這個我覺得 是不是錢 put over타를 你是否搞事 我不知 你警察當然是說 哪個來到 在整個員atto巡漢 穿黑衣的都搞事 這是他的立場 他的觀點 我以為當時人們認為7.21最令人失望 就是為何不見了警察 為何有人懶惰對抗這些所謂搞事的人 沒有了警察 警察是主持中立的 誰搞事都是不對的 那些人拿著藤條去打人 為何又沒有警察去拘捕他 你說出來 認識趕不趕 人家怎會服 絕對 同意到百分百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早已經寫了信給特首 是要求他做獨立調查 而且我們覺得獨立調查是唯一的方法 可以令到那些沒有做錯的警員 是可以還他們一道公道 做錯的 他要負責 要受到譴責 沒有做錯的 他是不應該被那些做錯的那些 拘捕藥水 所以你變成獨立調查 還有獨立調查不只是調查警察 整件事是怎樣來的 由頭到尾 說清楚說錯 我們為什麼要獨立調查呢 我們就是要學習 如果一個社會是不可以面對真實的情況 而學習到事情 社會都沒有用 如果有一個調查出來是公正的 人家是有信心 他是真正講真話的 你全部都看出來 然後那時候才講我們怎樣去再進一步 去再做好那個挽救的工作 或者是需要做些什麼 就是是不是需要 或者是年輕人那裏 我就不是說完全贊成 好像說什麼都不用負責那個法律責任 如果那些人是傷了人毀壞公物的話 那他是要負法律的責任的 但是與此同時 警察如果他沒有依法規做事 他一定都要負責 所以我就說這個獨立調查是最好的了 就是他應該來說 他就把那件事完全滿滿地看真些 任何的一個有一個誠意 是改善社會的情況 的地區也好國家也好 他有這些情況發大事件發生 他做一個獨立調查 是差不多必然的 就是你做了 你拿那個真實的情況怎樣出來 我們就大家可以去討論那個善後 那個善後才真真正正可以 拿個心出來做 你現在沒有的 這個又說那個那個又這個 那你從何做戲呢 以前很多時候獨立調查 都肯定是有人有聲音的 是不是 那我就覺得這個就是要對你的領導 對你的特首來講是一個挑戰 就是看看你可不可以克服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你始終都是要說服警隊 就說這個不是針對你而做 你一定要給別人看得到 你誰去做 這個獨立調查 是怎樣做法 還有要透明的 那你給別人看得到的時候 那警隊都是人來的 警隊都是我們市民一部份 那他沒有理由說對真實是這麼擔心的 現在我們不是說一個政治的審查 現在我們說是一個獨立調查 是完全是公平的去做 還有我們要知道 即是怎樣從那個經驗吸取教訓 那整件事 可能警隊是其中一個角色 有重要的角色 但是很多人都有重要的角色 例如議員 例如官員 裡面怎樣 那他們都要問責的 都要出來解的 那變成我們作為整個社會 所以才可以有一樣東西 是共同可以focus在那裏 大家一起看著那樣東西 就說 這個其實我也有錯的 這個你有錯的 大家互相看看 怎樣錯法 然後再去改善它 那你就有希望 如果不是 你總是不肯的 阻礙的 那人家就說 那你當然是有東西 就不見得光了 那於是無補的 我不知道那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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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的意思就是 我檢討 即調查就變成 大家一起去看那件事 檢討就是 我做得不對 我就自己反省一下 始終那些人都 不會有百分百的信心 你現在做這件事 那麼盧雲相財 是為了什麼呢 是想挽回大家的信心 如果你做那件事 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那你做來做什麼呢 老實說 按照原則來說 法律是在的嘛 你如果是犯法 沒有理由特色的 是吧 什麼理由特色 除非有很特別的理由 但是呢 因為你查完的時候 就不同了 你變成裡面 你很清楚知道 前一很後果 各樣東西 那你從一個政治的考慮 是吧 或者對社會將來的考慮 你那些政治的領導 就可以作出這樣的決定 但是就不是說 你去喊一輪 用一個口號式 就去做這件事 低一點了 即是 所謂政治智慧是什麼呢 就是跟各方面都有計談 香港以前 港英政府時代 不是說 我覺得有些人看錯了 不是說 崇英啊 鬼佬啊 你說她什麼 而是說 她們一個殖民地的政府 她都能夠跟各方面 有一定的溝通 也都知道那個民情是怎樣 她不會說去到 就是 一些很絕對 就是偏的位置 變成就有些空間可以走 你現在這個政府 你總是覺得她 她跟哪些人聊天 她好像都不是很清楚 對於一個社會 現在無可否認 現在的社會是複雜很多的 通常比較 但是 但是 真的那個溝通是很差 就是 那些 尤其是那些政治人物 和 社會的不同的基層 的溝通 是差的 所以 為什麼經常都說 堅尼地 她不理的了 她根本就不知道 她又不聽 她又沒有興趣 變成她經常想事 她就很單方面地想 還有她想得很窄 她就沒有顧及到所有的因素 或者那些人的想法 所以 這件事 唯一 可以做得到 就是 你靠多些人去做這件事 即是不同的領導 即是很多的 即是很多不同的社會的單位 和領導階層 他們有很多這些人 你真是要籠絡到這些人 還有你不要管別人 又是藍也好 又是黃也好 你基本上 你是想社會和諧一點 那你一定要知道 你想什麼 他想什麼 他想什麼 你才可以平衡到 現在我覺得 脫節很重要 社會脫節 但它不肯聽 這個就是 它比較失敗的地方 我覺得 她說做過三十七次 沒有人知道她在哪裏做過 唯一一次見過特首 跟那班八百五人聊天那次 我想她也不是很開心 因為那裏說她也不同 但其實那次應該是很好開始 她應該是由那裏繼續去 那你就隔多些 我記得我以前做委任議員 那時候 最初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不太懂得 跟別人怎樣溝通的 我記得我們跟一班傳媒的 都挺高層的朋友 聊 我們就說一說一說 說完 都靜光 忽然間有一個就很好 她就說 你們說的東西跟我們 距離都挺大的 其實我們自己就是自說自話 根本就不知道 別人接收那邊 覺得我們怎樣 是由那裏我們才學 開始 學開始怎樣溝通 其實現在這個政府是需要這樣做的 就是你一次做了 那次不太好 可能 但是我要從另一個角度想 就是我在那次學到什麼 我第二次應該怎樣做 我再去怎樣 不是說一來就我把我自己的事 都說給你聽 或者一來就我選一些 那些全部都額頭額頭的人 就跟我溝通 那有什麼用 就是那些人根本都已經同意我 我還不需要跟他們溝通 所以我就始終覺得 現在呢 第一就是 你根本政府 即代表政府 無論你說特首官員 或者是議員 即是行政會也好 建制也好 我就看不出它是 即是很開放地 和市民一般 是有很大的溝通 即是你不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 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來的 即是你首先要跟他們 先聊天 你先了解到民情 那你才去想 喂我用什麼的方法 無論是說服他們 是吧 支持你 或者是你跟他們走 你相信他們的意去做一些事情 你都是要做這些事情的 是吧 你沒有這些僑良 你怎麼做到呢 所以我始終覺得 即是 你拿數字出來是沒有用的 你最重要是 那些人是否感覺到 你是在做這些事情 那你要它感覺到 你就一定要 就是 你就一定要 你一定要 被人看到你做到 而且被人看到你怎麼做 還有我覺得 有一件事 絕對 徹底 政府和特首 不讓人感覺到 他們做到 就是聆聽 聽不到人說話 即是 人家說話都是聽不到的 只是聽到自己說的 就是 我覺得 作為政治人物 這個是很不行的 就是你 任何的 我不管什麼派別的政治人物 你都是要多方面要聽 聽到你才去決定 是怎樣去說服人 或者是跟別人走 你都是要先聽到的 就是 聽到人是怎樣理解別人 就是 放下身段 所謂的 就是去做這件事 不是容易的 但是你坐在那些權力的位置 你就要做這件事的了 你喜歡好不喜歡好你都要做的 我覺得年輕人就怕政府 政府就怕年輕人 你說它敵視又可以 但是它為什麼會敵視呢 根本大家都不理解 大家 即是 現在的年輕人 無可否認 是 有很多東西 是跟現在老了那些 年輕的時候不同的 很多東西 但是 現在的社會又轉了很多 年輕人說的話 你都要了解一下它 我見到 當然你又說 那些學生又怎樣 那些黑衣人又怎樣 但是我覺得一般年輕人 不是不可以理喻的 但是問題是 你夠不夠了 去明白了他們 然後才跟他們溝通 然後再去想怎樣解決他們的問題 即是不要一跳跳了幾步 即是一看就說 哇 你現在要我要求那麼多 什麼什麼 我有什麼理由的 夠盡時啊 我們那些年輕人 自己又不知道捱多少 是 可能你說是對 但是問題是 它要求這些東西 它為什麼要求這些東西 你怎樣可以令到他們明白 他們自己的份內 是應該怎樣的 它要擺什麼下來 你作為政府也好 作為家長 作為老一脫腳 又應該擺什麼下來 那麼這個社會才可以和諧 你那裡有分裂 南韓又分裂 一會兒警察和市民又分裂 到處都分裂的 那你不行 而且還有 你喜歡好不喜歡好 這個社會都是年輕人的 他們將來就是他們的 即是你要令到他們要明白 即是這個社會 他們是要負起責任來 為他們自己 為他們的子女 那你都沒有辦法 令他們來聽你說話 從哪裡 從你聽他說話開始 互相來講 都是有個避忌的心思 跟著就是怕大家 然後跟著就是不喜歡大家 那就糟了 那你那個社會 整個前途在哪裡 你是在一個年輕人那裡 那怎麼辦 我覺得這件事是 無論是你說年輕人 有很多人是想不通 你的問題都是可能是有權的 有錢的 和有見識的人 是有這個責任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變了你要做一些事情 尤其是你畏高權重的那些 更加要做多一些事情 我們怎麼可以放棄我們的下一代 那些是我們的子女 是吧 難道我放棄我的子女 我放棄我的孫子 是吧 他們的將來又怎樣 我們過得很好 我們年輕的時候過得很好 各種事情都很開心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都可以過一些很開心的生活 雖然認識可能跟我們完全不同 但是他們都希望可以有 有個希望向前發展 做到東西出來 有成功感 生活愉快 這些是我們我覺得不為過態的 作這個要求 如果是這樣怎麼可以放棄呢 怎麼可以放棄他們呢 這個找來講 而且 到底是你放棄的嗎 是吧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 發夢說的話 對象是國家 中央政府希望我們放棄年輕人 我覺得就不是了 我看到中國不知多緊張 年輕的一代 你看看他們 我們逢是那些領導出巡 一定有那些小孩在這裏 象徵著什麼 希望 象徵著將來 而且呢 就是國家對年輕人的培養 是很下心機的 你看看他們的教育 你看看他們那些 他下很多的資源 下很多的努力 下去做這件事 你看看國家 你現在都很多人才 是吧 就是國家一向來講 香港對於教育 對於培養年輕人 都是很著重的 香港對它這麼重要 難道它放棄香港的將來嗎 我覺得有些事情 不是說放棄就放棄 這麼簡單的 你現在都沒有做 你就說放棄 那我不覺得 國家是會這麼無怨見 我沒有一幕 你說最痛心 最感動 可以說 我覺得當然是一百萬人上街 跟著二百萬人上街 這一兩幕是上集下集 一百萬人上街 就已經是香港罕見了 你已經下一條了 不如是這樣的 竟然第二個星期 是二百萬人上街 那時候已經是 政府已經說了 不去遲了 已經拖了 它比上個星期更多 你很感動 你覺得 哇 香港人真的很厲害 很了不起 它唯一有的力 它就是靠 vote with my feet 就是這樣 用我的腳來投票 我上街 我就表達給你看 我是不接受的 這個是民主的表現 這是民主社會才會見的 我就覺得很感動 如果你說唯一 差不多哭的就是 真是二百萬人那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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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